路格格红遍大江南北,也捧红了剧中部分演员,但本该大伙的周杰却被蛇吻连心如,此消息一经传出,网友们纷纷怒骂,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心中的女神? 但也有网友替周杰鸣冤,说当时周杰还是新人,不会拍吻戏也是正常,可媒体过度的放大,周杰回应不及时,令传闻不断发酵,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。 周杰当时真的是被黑得太惨了,现在周杰基本上褪去了明星的光环,在农村承包了稻田,种上了有机大米,虽然也付出参加了节目,但是却调侃,自己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农民,和林心如也基本上没有了交集。 另外一位男主人公就是苏友鹏,自林心如和苏友鹏合作完还珠,情深深与蒙蒙后,便成为了好朋友,相知相守的老友。 而且林心如和苏友鹏还曾经有过四十年之约,就是两人到了四十岁,男未婚,女未嫁,就走到一起。 但是这个让无数人感动的契约,却率先被林心如打破了,他在四十岁那年闪婚嫁给了霍建华,而我们的苏友鹏却惨遭抛弃。 苏友鹏近七条关于佛教的信息,因此网友都担心他终身不娶,剃度出家。 还有很多网友为苏友鹏伤心惋惜,小宝想说不要以恶传恶了,不知道。